你怎麼看宋禮勤這個名字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今天R.I.P 今天很榮幸 也很開心 邀請我們今集的嘉賓 就是李克勤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R.I.P 這個頻道很開心 跟大家見面一下 我前陣子都在IG收集了一些觀眾的問題 我就代他們問你 代他們就不關我的事 所以當然有些問題 你不用這麼快 好像過了一隻 有些什麼問都不關我的事 怎麼會不關你的事 對 因為有些是我想問 我都可以誤會觀眾問 你不可以罵別人 來吧 這是我自己想問的 平時人們怎麼稱呼你 都想問一下 黑勤 我公司的就是李生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很喜歡叫我做李生 其實你不用這麼拘謹 對 什麼就知道了 好嗎 始終有點緊張 好 我叫你黑勤 第一個問題 就是觀眾問的 是 有沒有看過微辣 看過 我記得上一隻碟的時候 也有一些東西跟 是不是豪D 對 跟豪D一起拍的 感覺是怎樣 看完之後覺得 有什麼意見 對於微辣 就是我們 看過的 但是很久沒有看了 哈哈 一開始就已經碰到你了 年輕人的東西 不要緊 最近沒有看 不要緊 希望你遲些可以看 OK 那第二句都是觀眾的問題 都知道你唱歌很厲害 很厲害 他就想問那些震音 會是怎樣練的 老實說 我真的不覺得我唱歌 怎樣特別好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風格 你可以整個訪問都用震音來回答我嗎 那個震音就是與生俱來 它不是一個特別的技巧 震了之後 就會覺得 給別人聽的時候 很厲害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把我以前的歌 比較早期的 那些我現在都覺得震得厲害 而且現在聽到 我就真的有些震 真的 打冷震 真的有些打冷震 那還有下一條問題 這條很厲害 這條我也是早排才知道 是 就是聽說接下來會有新歌 亦會有一個MV 是 那是不是會 好像是跟微辣一起合作 是不是 為什麼會選擇微辣呢 我其實有一個新歌 接下來叫做 《貴食熊貓》 這首歌不是說野生動物 其實是說一些 在今年發生了疫情之下 大家很多時候見不到面 因為要隔離 或者那些愛情故事 就發生在大家 好像現在我和你一樣 當然是愛情故事 對 愛情故事 就是這樣之下發生的 或者是 平時你們去的那些 祝光晚餐就不行了 當然是見不到面 所以取而代之的是 一些外賣的外送 所以《貴食熊貓》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懂得就懂了 懂得不懂就算了 那為什麼會唱這首歌 我是想做一首 比較上是底一點的 當然一首唱片 一張專輯裡面 其實你有很多 譬如大家聽過的《格林童話》 不是好底的 Honesty在我的角度 就是很李克勤一貫的歌 我想離開以前的框框 既然這首歌是比較底的 我很想找一些時下的東西 去幫我去處理 就看看這一次和薇辣的 cross over 會不會令到大家有一些 很不同的 我不知道要拍什麼 或者要不要我 或者怎樣 其實我不知道 只不過他就有這樣的合作 所以你也不知道 MV的內容 找了誰來拍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老實說 我還不懂得拍的東西 我懂得調節嗎 但我好像收到風 我收到風就好像找了 蠔地 做男主角 是 蠔地好啊 美貌與智慧並眾 我純粹想趁這個機會 問問你 有沒有這個想法 想換走蠔地 你覺得蠔地的樣子也不太相似 你會不會覺得 有哪些看起來就像蠔地 又是比較餵食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很甜 如果真心說 會不會得罪人 不會的應該 那不用 扔他吧 OK 失敗了 OK 那女主角呢 你有沒有想過 女主角是可以找個 不是 薇辣有很多美女 我所知 有些真的比愛與智慧並眾 有這麼高 是呀 但你有沒有看過 扮女人的那些 那我過火 就是我這隻正經歌 我也是問一下 我也是好奇問一下 有他 我試試看 不看 不看哪有機會 OK 下一條問題 我覺得挺好笑 那就是 常常唱紅日 唱到一半就軟氣 有沒有什麼提示 其實很多方法 教快一點的歌 本身已經很快了 我越快一點 所以你經常見我 演唱會越唱越快 都是因為我沒有氣 好像說唱這樣 是呀 快一點 那你平平不夠氣 當一個歌快了 你就夠了 又或者 很多時候大家唱 都可能在Key那裡唱 自己多喝兩杯 或者 叫你身邊的人多喝兩杯 所以 即是你發現不到你不夠氣 是呀 都是開心心 其實唱歌 我經常覺得自己開心就行 我想問一下 假設他不是在KaoK 可能是在街上Busking 你會不會有什麼建議 我自己聽過有些方法 就是唱到那麼長時間 沒有氣的時候 就突然撿出去 會唱朋友一起唱 那你覺得這個 會不會是你建議給他們的方法 我真的試過一次唱武器 那次在哪裡呢 就是在拉薩 主辦單位已經拿了兩支氧氣 拉薩是一個很高的地方 海拔高的 海拔幾千 是的 那麼他就說 喂 你想不想要那些氧氣吸定先 或者我們已經有氧氣在這裡 stand by 如果你沒有 我說 欸 搞錯 我看小鵝 他說不是啊 你對之前那個 我免得說誰 你一個歌手 唱完兩支歌之後 都要吸一吸才可以再來 那我不用的 然後我就連續在車上試唱一次 即是還沒出場之前 那我唱完之後 沒問題 那當然不用了 然後我就 不用了 這支歌我唱了一萬次 應該沒問題 熊逸是我第三支唱歌 第一支唱《沐花是者》 那我唱沒事 那我唱第二支 《月半小夜》曲 一萬又有點拖長音 又沒事 那我打算成功了 兩支歌都沒事 然後到第三支 《紅一》 那我一來了 《冥魂》就算 《冥魂》流來 《冥魂》都沒有問題 那我心就很紅 你知道嗎 那些人又說 拉薩 又說高原 又說不知道什麼 沒有 高山靜 我開始走來走去 之前那兩支歌 都是站在那邊唱的 開始走來走去 原來一走就死了 一走 走一個圈而已 我是直接 我是直接刺了兩句出來 一生之中 真的唱不到 接著那我心就 在那邊跳 那我就直接刺了兩句不唱 好了 站好 心中心 不要來了 接著才乖乖地站在那裡動篤 唱到下面那些 接著一下台就立即吸 真的不是開玩笑 但你也算厲害 如果你本身不動的話 其實是 如果不動的話 就是三首歌 如果不動的話一定會沒事 那你那兩句沒有唱是怎樣的 當時你只是沒有唱 沒有 只是沒有唱 因為你之後 感覺到要讓自己去 踢一踢 其實說到沒有唱到 可能是幾秒鐘 回到之後 那你就乖地站在那裡看 但觀眾就沒事了 看到你突然刺了兩句 我想觀眾呢 這是新版還是什麼 其實見怪不怪的 他一看就知道什麼事了 你這傢伙在那裡走來走去 划算你死了 我給點建議這個觀眾 我自己覺得 黑勤專業說 我自己不喜歡 我就覺得你可以 遞肢咪給觀眾 或者去到武器那裡 我覺得你可以假裝哭 就是你唱唱 別流淚 可能假裝哭 那個戲都要專業的 希望幫到這位觀眾 你有很實用的建議 這個我覺得是很好 就是很有正能量 他就說 如果命運恐嚇著你 做人沒趣味 那你會怎麼辦 人生 就是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就是匆匆幾十年 那看你怎麼看 經常人都說半杯水 看你怎麼看 我人天生比較樂觀 但世界上其實 都真的有很多問題 解決不了 那我通常的處理方法 是打球 踢場球 多多一點都能幫到手 我覺得其實是對的 有時有些事情 你能處理的 你就去處理 那處理不了的 其實你擔心太多 都沒用 可能像你說 就去做運動 都是一個方法 而且因為其實世界上 真的有太多問題 你就處理不了 盡量 let go 到就 let go 我覺得 平坦希望解答到這位觀眾 我多怕你本身想 只會回答他 別流淚 心算 更不應邪氣 我肯定以為你會這樣回答 那我願能一生 願陪伴你都可以 我不會跟他聽聽我的歌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就是當年殘酷一丁 有沒有發生過什麼 是令你印象很深刻的 因為你知道那些參賽者 有些是很純真的 有一個先生 他來唱 阿神那首 打得火熱的 很有印象 其實我過牌看過 牌的時候沒什麼 正式除了那件衣服 他又有兩個 不知道是星星還是心 就貼了這兩個 而且那個舞步 是剛剛配合到那兩個 按釘的雨貼 我愛上你 願意打得快 你 上台風差 你 誰又想要撇斷 我愛上你 願意打得快 想要撇斷 希望明明手下你 不是不是 應該要守下流程才對 阿莫先生 當時我也覺得OK 而且他真的給我感覺到 他很喜歡唱歌 其實我撞到莫先生 有一次我忘記了 我在哪裡 他現在都好像 偶爾我看到他 有些自彈自唱 有些有唱歌 看到他有沒有很感觸 好像從小看著他大 有些生愛 小時候明明我是 怎樣 摸著他的頭 我突然覺得 你怎麼比我高 那樣 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在台上發生過甚麼事 令你覺得撐不住 最怕遇到一些 沒有反應的觀眾 你知道我有時候 說話都嘴唇唇唇 而且我很不服氣 我一定要撩到你有反應 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不是這樣唱了幾天歌 然後收錢就算了 我真的希望 搞到你的場也很慌 現在就比較少 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時候 譬如我們去美加賭場登台 就真的會遇到那些所謂叫 墳場觀眾 你做甚麼都沒有反應 你知道賭場的VIP 其實全部都不用錢買票 送的 其實送的 其實他賭到半小時 有鬍子看進來 然後再撇一撇 或者下一個冷河 然後再搏殺 現在就比較少這些情況 因為現在就算你登台 去外國做秀 賭場 其實他很多百分比的票 都是真的賣出去的 當然還有一些 叫前面那些是VIP的 那些VIP通常是 這樣坐在那裡 我覺得其實這些經驗都不錯 我自己也是可以訓練到 那個心理質素 就是等你上台 其實這些都遇到過了 其實你其他東西 我也是駕馭到的 那你說開以前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你 有沒有試過低潮期 就是你怎樣度過呢 我剛剛想說 其實現在 對於已經是事業日來算 其實都一定 一定是一個低潮期 我從今年1月開始到現在 就是10月 我還沒試過有一宗 是有收入的工作 就是工作當然有 譬如錄碟 做一些慈善秀 或者99.99% 都是沒有收入的 或者那個收入是小到 只能夠足夠給一些 整頭、化妝、車費 我想我是過去 三十多年來 從來還沒試過 就是男人 那個存在感和危機感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就算你有積穀防機 但是坐式也會生病 這個情況究竟還會延長 或者延續多久 真的沒有人會知道 明白 你剛剛說了重點 其實只要積穀防機 這件事就好天斬了 這段時間 當然現在可能沒得值 可能這段時間 我相信疫情 其實之後一定會完結 之後可能要有準備 知道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很多我們預計不到的事情會發生 可能就要有兩手準備就好一點 還有我覺得凡事不會有絕路 看你怎樣看的時候 同樣的情況之下 我從來沒試過 或者很久沒試過 可以有這麼長的時間 做一支廣東唱片 對的 凡事不會有絕對 你失去了一些東西 其實怎樣都要回答 就像你剛剛說 其實這段時間 大家應該真的多了時間 跟家人相處 或者可能多了時間 做一些以前沒有時間做的事 或者是以前做開 現在更多時間 就像你接下來的新歌一樣 再一次多謝黑勤 接受我們的訪問 沒有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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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 我可以加一點 我可以加一點 哈哈哈哈 還有什麼加 還有一些奇怪怪的問題 是啊 真的有 不知道能不能問 問吧 是啊 我問的 真的是觀眾問的 我問的 問吧 你怎樣看 宋禮勤這個名字 我知道你有在電台回答過 但有觀眾可能他們沒看過 都很想知道 我覺得你也回答過 其實你也應該不介意回答多一次 我覺得你回答得很好 你這個人很棒 大家都知道 這個名字是來自曼聯 是不是 多年前當曼聯來香港踢球的時候 我當時不知道是他們的大使 有個名字 有個名字 因為大家好像交換禮物 你知道那些押紙巾 一定有這些 我送了一個禮物 然後他就送回不知什麼球衣 給我 朗尼 我還記得朗尼 簽名 球衣 八號 那時候還穿八號 還沒穿十號 他們就把我送給他們的禮物 就沒有拿走 就放在更衣室那裡 就整隊球全走 踢完球之後 就沒有拿走 沒有拿到禮物 那名字是Youtube 就這樣來 那些人就笑我 就是你知道這些偶像的東西 很難要求別人將所有粉絲 就是當時我的身份是粉絲 將所有粉絲送的東西 放在他們的博物館 很難要求的 那大家都明白 這些東西 是不是都是一個儀式 我又沒有放在一個深度 而且不會影響我喜歡的球 或者這個稱號 是令到娛樂到觀眾 我也覺得又不是太介意 那當然這個也不是一個很難聽的稱號 因為你知道 設計這個稱號出來的那份報紙 可以有很多比這個送禮的名字 更難堪一百倍的 可以出來的 其實他們已經對我不錯了 其實我今天整個聊天 其實都感覺到 阿勤是一個很豁達的 其實很多人都沒什麼所謂 而且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這件事 老實說 我也有笑的 我也有笑過 但其實笑還笑 但說真的 想深不沉 其實在於你那方面 其實你是不會做錯的 等於當時 我還記得 我做舊歡愚夢的時候 也會有人笑 說真的 當時那種舞 其實我是很認真 跳的 好 講真的 當時那種舞 其實我很認真 是 其實我是很認真 跳的 其實我是很認真跳的 但正是因為這首歌這麼好笑的事 就令到大家 可能以前有些朋友覺得 你黑琴是唱情歌為主 就變成說 喂,是呀,你怎麼想 怎麼了,你看他 可以好笑的 我也有看過 有時候我想說的,雖然是設計 但既然那一刻都順著 那就順著去,送禮就送禮 有所謂 說一點我的感覺 其實我開始時都很害怕 我選擇 你知道我在社群網站搜集問題 我想說有七、八成 都是送禮那件事 我都不敢給你的 我懶得了,始終你這麼好 接受我的訪問 我沒有理由弄這些東西給你 但想不到問你又可以 其實你是完全不介意 反而樂 無所謂的 這些東西 尤其現在這個年代 都沒得那麼駝尿 看是怎麼拆 希望解答到這麼多觀眾 你這個最難問的 我都幫你問了 是觀眾問的 沒問題 沒問題 再一次多謝黑勤 各位觀眾 多謝 可以留意 黑勤的新歌 《餵食紅貓》 以及可能是跟我們微辣 合作的一個MV 再一次多謝黑勤 謝謝大家 謝謝 《餵食紅貓》 還有另一個MV 好嗎? 再見大家,拜拜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覺得我樣子不好 那就請訂閱 和按讚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拜拜